本章主要分享的是 创业者的契约能力要很强 为什么 因为创业者他是在一种 资源很缺少的情况之下要生存 所以他很重视的一个重点 就是无中生有 那无中生有的过程保证 其实就是契约 不然大家吃吃喝喝讲半天 对不对 说得到做不到 那讲一句难听的 那结果也是零 所以早期部分的时候 我认为下面这些能力很重要 第一个我们讲谈判 那我们谈协商 我们谈说故事 我个人觉得这些能力都非常重要 那后期的部分发现 其实很多事情 可能是没办法谈的 他可能必须要一个 法律做背后的支撑 像我在谈那个法派物的时候 谈共有的部分 除了人情义理的话 我们在法要能够站得住 所以我后来又加了一个观念 我觉得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法律涉送的程序 那包括怎么走发的时间 然后再来怎么去收集资料 可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在这学习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有时候你在跟人家谈 你在跟人家谈判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背后专业支持是很重要的 举个例子 你说我去跟人家谈判一个租约 我一个土地要租给你 那我是不是要跟人家谈说 这个租约多少钱 那怎么用 你怎么样用叫不对的 什么用叫对的 那这中间支出费用到底你付出多少 我付出多少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的话 当然你可以讲它是一种谈判协商能力 可是背后的一个很大的基础 是在于我对土地承租 跟厂房的这一些专有支持 做背后支撑 所以我才有办法去以礼服人 所以我们同样的 我们今天讲创业者的契约能力很重要 我觉得为什么会觉得它很重要 就是说到时候它是一个落实的基础 它重点是在于你的契约项目的设定经验 也就是说你要设定哪个部分的条件 那为什么契约能力很重要 举个例子 假设比例来讲 你现在你资源很欠缺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要找创投公司给你投资 那创投公司跟你投资的时候 它是不是要跟你谈一组契约 那你是不是要避开一些陷阱 避开一些对赌的陷阱 对不对 那同样的我们今天换一个例子 假设你是资源很稀缺的情况 在有人愿意给你更好的信用条件 那你也是透过某一组条款 去落实这样的东西 举个例子 像信用保证 假设比例来讲你要进口东西 你有信用保证 那是不是你就可以开LC了 对不对 那同样的这东西的时候 你在做这组契约的设定的时候 它就是在协助你在资源很稀缺的话 或者资讯 很缺乏的情况之下 靠的就是什么东西 靠的就是一组条件设计跟协助 就是有条件的设计跟协助 有时间安排的设计跟协助 那重点就是在契约能力 所以有人常说 创业者最重要的三个简单的能力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产品 行销跟财务 那产品讲的是卖产品 或者做产品的能力 然后行销就是贩售的一对一的销售 跟所一对多的行销 那再来就是财务管理的知识 那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部分还要再加一项契约能力的签订 为什么 除非你做的是小吃店 餐饮店 你不会有这个东西 你如果要做高科技 或者你要做生产厂房 或者你今天要做一个 划时代的技术图过的产品 或者你今天要做的是一个很大的主要招商项目 你的契约能力 才是你决胜的关键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